BB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我是吉聰老師 假如你喜歡唱歌喜歡聽歌的話 別忘記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假如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 千萬不要忘記幫我們分享出去 另外在 Instagram 上面有許多我們的分唱作品 大家趕快去看看 BB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大家好我是吉聰老師 今天我們要一起聽的歌曲 是去年年底發行 由李榮浩和阿妹索演唱的對等關係 好那關於男女對唱 我的印象還停留在 很久之前的不該 我不知道你們的最後一首的男女對唱的歌曲是什麼 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同時間也歡迎大家推薦給我一些歌曲 讓我們在做這樣的單元的時候 可以聽到一些新歌的同時 也跟大家一起分析大家喜歡聽的歌曲 好那我在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個念頭就是 蛤 兩個range 差這麼多 然後各自聲音這麼有特色的兩個歌手 搭的在一起嗎 那聽完之後才發現 其實經過他們演唱上的設計 除了可以保留各自擅長的音域在做發揮之外呢 好像有一種在演對手戲的感覺 好那另一個我比較擔心的地方應該是 這首歌在KTV唱得起來嗎 這是我的問號 因為其實李榮浩的作品和他的演唱 充滿了很多細節 包括他在演唱上的拍子也好 他的口氣也好 其實如果要唱到一個程度要注意的東西是非常多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阿妹的Key本來就真的是比較高 大家如果唱過他的歌應該都發現沒有很好唱 所以這一塊也是另一個擔憂的地方 最後一個是這首歌的調性 其實主歌和副歌是從A轉到了深F 又回到A 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別去多聽幾片 習慣一下那個調性的轉換 在跟音樂唱的時候才不會有出問題 那這些地方我覺得是除了發聲技術之外 大家要特別花時間去照顧和練習的部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一起聆聽吧 在主歌的第一句的部分呢 阿妹和李榮浩的處理在拍子上面就有些許不同 李榮浩他會用比較像是shuffle這樣的拍型在演唱 什麼是shuffle呢 我們之前在Justin Bieber的Peaches 這個影片裡面其實有提到過 也就是把一個四分音符除以3 也就是變成三連音吧 然後把三連音的中間那個音符靜音 但是留住他的實質 所以他拍起來會有點像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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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榮浩唱的時候你們會聽到的是 可能我卻是我說了些什麼 好的阿妹在唱的時候會比較卡在一個正派上面 所以唱起來會比較像是 可能我卻是我做錯了好多 所以以聽覺上面來說 你會發現阿妹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那開頭第一句李榮浩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他在音高計畫上就有非常多的小巧思 就是包括他很喜歡用的一些上滑或是下墜的這樣的裝飾音的做法 在第一句就看得出來 比如說在可能我卻是我的卻 卻這個地方還有說了些什麼的說 他都用了一個上滑的裝飾音 他到了歇和最後面的句尾的說了些什麼的嗎 他都是用了一個下墜的方式 所以整句唱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喔 可能我卻是我說了些什麼 好那這樣的音高計畫呢 搭配上比較寬敞的空間和比較微微鬆散的音色呢 其實就是李榮浩的招牌做法啦 好那阿妹的部分在開頭呢 其實也是跟李榮浩前面的音色使用 有做了一個呼應 用了一個比較氣音的方式當作開場 那在句子往後面走的時候 聲音也漸漸的越來越密實 唱起來就會像是 可能我卻是我做錯了好多 往愛經理拉扯 好折磨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聽 台北台中教室已全面恢復線下課程 歡迎同學們來預約上課 後來明白距離是會對某些愛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遠好難受 流的眼我好感動 好難忘那時候 好那到了prechorus這個段落呢 音色的變化呢 依然是一個重點 李榮浩的做法呢 是在張力維持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突然放掉 讓音色突然有個翻過去這樣的效果 那阿妹呢則是呢 用一個比較輕的做法開頭 慢慢的把張力越加越多 讓聲音的音色越來越密實 那兩個唱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好那男生唱起來會比較像是 後來明白距離是會對某些愛情好一些 女生呢是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為是彼此了解 一個聽起來呢會比較無奈一點 另外一個聽起來呢會帶點怯氣 這樣的聽覺效果 好那跟以往情歌那種唱到副歌之前 把情緒堆起來 堆到最滿的那個做法呢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兩個人在唱到最後三句之前呢 其實是把聲音的張力還有呢 音量呢都是慢慢在遞減的喔 這是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聽到他在後面三句的地方 可以數也好難受 流的淹沒好感動 這個地方呢 阿妹其實沒有把聲音再往外唱的更出去 反而是讓聲音的張力和音量呢 先降了一層 到後面的 好難忘那時候 這個地方呢 則是比前兩句呢 再更降低他的音量和張力 好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很有可能呢 這個關係呢已經是一個過去式了 也許在當下會有非常多複雜不滿的情緒 而現在呢 可能則是用一個比較釋懷的角度呢 在看待當時的問題 好那我們就來往後聽一下 他是怎麼樣銜接到副歌的段落囉 喔快點訂閱 學成歌每週都會有新影片 我們教學 絕對專業 讓你變更完美 依然不會 也可以考慮找科復約體驗 三十分鐘瞭解 三十分鐘瞭解 課程完全免費 課程完全免費 等我放棄了 再讓自己忙碌不易 聽說沒有我 聽說沒有我 你忘記了照顧自己 現在就算什麼 或許就是結果 我恨下心都不說 當我睡不著 告訴自己要忘記你 聽說提起我 你還是會當中哭泣 不適合唱我伴侶 不適合唱我伴侶 做朋友卻不甘心 那就僵持這句 對等關係 好那在副歌的兩個段落 其實都是由李榮浩開頭 然後才換成阿妹在演唱 很像是在一種對話的關係裡頭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副歌的第一句的時候 他們分別都用了比較一口氣的方式 比較大塊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在這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小細節 比如說當他唱到 當我放棄了 再讓自己忙碌不易 的時候分別在放棄的放 讓自己的讓 忙碌的路 這三個字前後都加了裝飾音 也就是他在前頭加了比他低的音 後面則是把下個音提前往前 也就是那個字呢 就唱了經過了三個音高 所以唱的時候比較像是 放棄了 有沒有 這邊還加上了一個抖音 再讓自己忙碌不已 這樣的做法 那包括阿妹的部分也是這樣的 我睡不著告訴自己 要忘記你 那在第二句的部分 他們分別都用了一個張力 維持一定程度之後突然間放掉 也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翻掉 這樣的音色翻過去這樣的做法 再把張力加回來演唱 所以唱起來就會像是 聽說沒了我 你忘記了照顧自己 那李榮浩的部分 他一樣是用一個音色翻掉的做法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開頭的時候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拉伸力氣之外 他還加入了一個 類似這樣去擠壓聲帶的力氣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厚實度 會顯得抓耳很多 唱起來會比較像是 聽說提起我 你還是會當中呼吸 所以假如同學想要練習像這樣子 三甲音或轉甲音這樣的技巧 小訣竅其實就是在句子牽頭 也就是在你翻之前 你先故意讓張力 或者是擠壓的力道大一點 突然間抽掉你會發現 這個對比才夠 真甲音這樣的效果 其實才會比較明顯 在VPS的體系裡面 我們聲樂的學習 是分為三個維度來看待的 哪三個維度呢 分別是我們的發聲技術 我們的情感表達 還有我們風格特色 這三個維度 後來明白距離是會對某些愛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為是彼此了解 可惜數月好難受 聽說沒有我 聽說沒有我 你忘記了照顧自己 聽說沒有我 現在這三個維度 現在這算什麼 現在這算什麼 何時就是結果 何時就是結果 很傻心 都不說 當我 當我 當我睡不著 告訴自己 要忘記你 聽說 聽說提起我 聽說提起我 你還是會當中哭泣 不適合成為本領 做朋友 做朋友卻不甘心 那就掌持這句 如果發現我 不會再主動想起你 如果回到過去 還是會說對不起 好那這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副歌呢 其實變化並不大 最後一次副歌的情緒的遞進 其實主要是靠著整個編曲上 也就是弦樂團你會發現他編得越來越滿 然後他的聽覺的位置也會比較往前靠一些 他在Vocal 部分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是 李榮浩在最後幾句 在做朋友大可不必這個句子 他把旋律改了 改成一個比較往上升的上揚這樣的句子 應該會比較像是 做朋友大可不必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情緒也往上推了一下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那聽完這整首歌 我們會發現兩個人在Vocal操控上面 也就是他們發聲的運動軌跡上面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阿妹在唱整首歌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空氣吹動和聲帶拉伸 當作基底來發出聲音 所以他會聽起來比較穩定 比較冷靜一些 而李榮浩他會時不時加入一個擠壓的力氣 讓整個聲音呢聽起來的變化是比較多 也就是他的運動方式呢 其實是差距是比較多了也比較劇烈的 所以我會聽到他的情緒可能比較激動 或者呢你會發現他的動態感會比較大 好所以從一個聆聽者的角度來說 其實你看這兩個人的演唱的思維上面 或是進行的方式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但為什麼兩個人的演唱都是成立的 然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他們非常擅長用他們的工具 也就是他們非常知道怎麼去安排自己的演唱計畫 讓整首歌曲聽起來是成立的 好那回到同學身上呢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大家都聽了那麼多期的節目 或是大家聽我們一直不斷灌輸各位 就是有那麼多的工具可以去使用它 更重要的部分呢 是大家一定要去培養自己的聽力 你的聽覺能力會告訴你在什麼時機點 用什麼樣的工具呢 其實可以讓你的演唱更優化 或是聽起來更豐富更專業 好所以大家在精進自己的發聲技術 還有了解演唱計畫的同時呢 千萬不要忘記增強自己聽覺上面的能力 才有辦法讓自己的演唱變得更完整 BB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假如大家怎麼想要一起聽的歌曲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吉桑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